1844年初春 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南市创办了一所医院 这是上海开布后的第一家西医医院 也是中国的第二家西市医院 为了宣誓自己并不是来杀婴儿取眼睛的 传教士取义中国古语 人数济世 就叫人济 新明周刊报道了洛克哈托 《在华行医20年》里的记载 医院一设立 每日大批人群涌来 人们喧闹着急切地要求救诊 病人不仅有上海人 还有许多来自苏州 松江和周边地区的人 人们所表现的信任 即使在我们交流的早期也显得鼓舞人心 神纪医院来者不拒 头两年接诊病人数量高达惊人的1.9万人次 1844年至1856年 13年间 共诊至各科中国病患达15万人次 这是要写进历史的 人济医院病人医药费全免 没饭吃得穷人 还可以领到伙食费 这也是要写进历史的 2022年3月23日 一个叫妮妮的护士哮喘发作 出于精准防控 保安客进职守 紧闭大门不准他进院 辗转宋志耽误太久 护士痛苦窒息 最后正是死在了这家人际医院 躺在天有灵 当初建院的神父和嬷嬷们 见送来一个憋死的同行 该多错愕 朝阳区永远不缺野生人拨倾 流言区永远不缺野生哲学家 有人说 政府防疫也有难处 谁都不愿意看到悲剧 疫情期间 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要破心中贼 自己是自己最好的心理学家 没错 如果被按在地下摩擦太久 你就不会产生脸部的疼痛了 你会惊喜地发现 脸部摩擦 自然分近摩擦 动摩擦和滚动摩擦 慢慢地 你还可以变成一名物理学家了 有没有发现 随着经济不景气 越来越多的人爱读王阳明 酸眼如何破心中贼 这不是求之欲 这他们就是一种精神病啊 王阳明破山中贼乙 破心中贼男 不是斯德哥尔摩患者想象的那样 人家府一出手 便破四十余债 杀敌七千 只花三十五天 便力情拥兵六万的宁王 他继承路九渊 心即是理 反对成诸 事事物物追求格物治之 提倡 治良知 从内心寻找理 良知在前 践行在后 知行合一 没有良知的格局叫装逼 满大街的斯德哥尔摩患者 在研读王阳明 他们在各种酒茶局 生意局 以及泡妞的时候 都故作高深 只要心中无贼 世上便没了贼 其实是 自从你心中有了贱 你便是贱种 这些事 迟早要写进史书 大家都知道 长春四岁女孩 得了急性咽喉炎 因没有核酸证明 死在等待就医的途中 徐慧有个 临近肿瘤医院的小区封闭 一个职肠癌晚期患者 放疗停了七天 以内出血 老伴跪在居委会门前 放声大哭 求求你们救救我老公啊 居委会绝不放心 次日凌晨 他老伴的问题 就得到了解决 因为 老人 已经过世了 你随处可见 几个执法人员 当着众人拖住 一个妇女就打 列车防控人员 力声斥责乘客 为什么要取下口罩吃饭 竟将警方果断拘留 谎称外出买菜 其实去世纪大道 做工的年轻人 为了不饿死 就外出打工 这是恶意谋生 而警方 是善意抓捕 还有 烟顺路街道 疫情志愿者 威胁业主 别好赖不值 不配合的 你会永远 各种健康马异常 不信你试试 这辈子 永远居家隔离 然后 一个老人要出去配药 居委会坚决不同意 老人 就跳下来了 群众觉悟太低了 不理解政府的善意 为什么不喝几缸莲花清温呢 据研究 家里挂上中南山的画像 可以包置百病 我看到一些朋友说 支持精准防控 但不要一刀切 不要懒正 惰正 这些朋友 要么在诋毁勤奋的政府 要么习惯性自作多情 其实我们的政府很睿智 防控人员也很辛苦 他们从没有懒正 惰正 也没有一刀切 他们付出这么多心血和财力 扑向人民 就是想达到今天的效果 无论长远布局 还是眼下管控 这都极具效率 最近流行的观点 奥密克戎虽然死亡率接近流感 可中国不能模仿外国 人口基数大 一死就是几百万人 既然接近流感 流感来时 也没封城啊 对了 不叫封城 叫禁止 这年头 从不缺雕盘的人 这咬合力 大概也就非洲猎狗比得上了 人性年久失修 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 忽然就变得不像人 世界忽然恍若隔世 忽然冒出很多 奇形怪状的逻辑 一个同窗说 难道抗战是美国人 而不是苏联人 帮我们打赢的吗 社会如此不公平 真应该回到文革 真怀疑 我俩是不是读的 同一所大学 是不是一起在狮子山下 聆听过高尔泰的课 我偶尔还写 不是为了改变什么 只是科学探索 出于跟研究UFO外星人 一样的心理动机 前有武汉敲锣你 今有通舟过桥你 御事就哭喊 谁来救我 货救后就发贴 别拿我当工具 不要给国外递刀子 所以当前中国社会的 主要矛盾是 帮吗 不帮吗 不帮没良心 帮了成傻逼 康德认为 恶是意志不坚定带来的 阿伦特认为 平庸的恶是不思考带来的 康老师和阿老师啊 你们都轻敌了 这些恶人意志坚定 精准思考过利益得失 甚至甲方需要帮忙撕咬 就打着爱国旗号 完命展示咬合力 有时即使没什么具体利益 但他们想想 能把生活中种种的不如意 实施报复 也就实现了报复 于是就用实施报复 来实现自我报复 此生无望 不愿学习 端盘子嫌累 创业怕风险 送外卖怕风雨 他们一直蠢蠢欲动 等待某个机会 一旦温度湿度合适 碰上个泥泞大雨天 就假装陈胜吾广 揭竿而起 他们不敢挥师像咸阳 只敢挥舞幽形索向老乡 他们随季节变换形状 抵制日货时 他们砸同胞开的日料店 中美贸易战 他们就烧邻居家的耐客 文革来了 他们就打死校长 反右时 就把世界级物理学家 树心北弄去扫厕所 这位热爱祖国的物理学家 曾是爱因斯坦的助手 中国雷达之父 去世时 他将遗体捐献给青岛医院 由于没有及时处理 被发现时 已是半年之后 这时遗体 已不能用于研究 最终遗体 被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 吕德水说 讲个笑话 你可别哭啊 最近 总见一群女主播 面带梨花地说 普京真男啊 一个人扛美国人的侵略 要不是这位真男人 美国人早打过来 占领我国领土了 这些女主播的历史知识 显然是美妆销售代表 交出来的 他们一定记不住 唐弩乌两海 这么复杂的地名 也不知道 李建深情演唱的贝加尔湖 就是苏武牧羊的地方 他们会以为 海参崴盛产海参 江东六十四屯 是他家对面松花江 顺属第六十四个屯 一步处条约 是伟小宝签的 还画了一个大鸡爪 你要是告诉他 这些过去都是中国领土 现在都在普大地之下 老毛子占了我国 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每次占领 杀人如麻 血流成河 万恶的美帝 从未占过我们一寸土地 一战后 帮我们要回青岛 二战时 出钱出人出飞机 帮我们打跑了侵略者 韦满洲国成立时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而老毛子 却第一个表示支持 前段时间 普京还卖了致命武器 SS-400给印度 算了 别告诉真相 女主播经不起卸妆 历史 也经不起卸妆 就是这么一群分不清黑海和离海的文盲军事外围女 在抖音带货时 兼职指点 俄乌军事走向 跟周待遇媳妇 连敦克尔特在欧洲都不知道 就敢扯上中国远征军一样 他们连弗拉底沃斯托克土地下面 埋着多少中国同胞的尸骨都不知道 就敢用成语 唇亡齿寒 不容易 小学三年级的课本还没忘 总之 俄乌之战 引发简体中文券的激烈争论 其实只是以下两种脑回路之争 一个是秋海棠型的 一个是公鸡型的 培根老师说 知识是一种力量 奥威尔老师马上反驳 无知是更大的力量 奥老师是对的 要不然 树心北怎么会去扫厕所 李文亮被信诫时 怎么会收获六万个点赞 最早预警 这次病毒太严重了的管义 怎么会被骂成汉奸 有时很悲观 有时也很乐观 乐观是因为 看了一些有趣的书 比如伊恩托尔的燃烧的大洋 昭和时代 有个无处不在的 网格化的领祖 大妈大爷 大姐大妹子们 负责监察 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遇到有为主流的观点 迅速举报 他们带着一种荣耀和仪式感 举报每一个人 偷袭珍珠港胜利那天 餐厅都定不上座 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给你讲个悲剧 你别笑啊 学者荣健说 俄乌开战第一天 俄粉惊呼 少一谷 一战风神 完爆朱可夫 现在看这些帖子 笑掉大牙 少一谷毕业于建筑学院 曾长期做包工头 干过工地 对军事一窍不通 后来居然混成了大将 由于俄军坦克损失过大 从而启用了中国三蹦子 该运输工具 有一栋快 油耗小 成本低等诸多优点 世界财经文摘介绍 这一批三蹦子 出自重庆龙兴 龙兴控股 与俄罗斯亿万富豪 铁木尔萨尔达罗夫旗下公司 合作生产摩托车 牛二说 这刀不快啊 杨志说 快的 牛二说 老子不信 试试 杨志说 试试就试试 很多互不相干的事 里面却有一条深刻的逻辑 有武汉医生李文亮 预警被训诫 就一定有上海护士妮妮 在自家医院门口窒息 有西安孕妇流产 就一定有山西女大学生操场猝死 有铁链女 就一定有铁龙女 你曾经嘲笑国外抗疫不力 就有今天 你见白大褂就条件反射 觉得喉咙长出了棉签 西安嘲笑武汉 成都调侃南京 上海自傲 我们站在中国文明最前沿 但是很快 互吹就破灭了 别天真了 上海不是法外之地 只要还设有市委书记 事事都是一件事 在上海人民自嘲 忙着吃绿花袋时 有没有发现 曾经群情汹涌的李甜甜 销声匿迹了 铁链女 也没什么人关注 东航坠机事件 也不再有人分析事因 带之以一排排的蜡烛 因为这个安全 大气 有格子 其实这是一个不需要文字的地方 多年以后 考古队只会在这片大地 出土了很多蜡烛 核实 嘎笑 抠鼻 飘过的肤浅表情包 像结成济世一样 记录历史 精致的中产阶级 在精致中 保持沉默 在精致中 沉默下去 别以为你安全 听话 无毒副作用 用起来特别润滑 一定程度 解决了甲方需求 扎心地问一句 今天您补税了没有 大家都是碳水化合物 就别装硅胶产品了 对于很多悲愤的事 大家早已默契地拥有了 连自己也不信的说法 还把它形成了 同学会 家族群的标准答案 这一定是波音的设计失误 是米蒂为支持乌克兰 恶意抵抗俄罗斯 合法侵略 从而转移我们视线的行动 大家很自然地就渐渐忘了 下跪的老玉 猝死的四岁小女孩 西安孕妇 心梗的大叔 铁链女 毕竟自己脖子上 还有根叫房贷的铁链 平心而论 有关部门是不断进步的 除了更勤奋平凡的插嗓子眼 打疫苗 过去他们对负面新闻 是冲耳不闻 现在已能迅速召开新闻通气会 通报处理了相关人员 并不露痕迹的暗示 有人向国外递刀子 及背后民间资本的身影 一说起资本 自然就群情激愤 渐渐的 大家在激愤中 就忘了开头本来讨论的是什么 在这个程序APP上聊天 即使本来聊一起 汽车追尾 也能从被追尾的那车是特斯拉 聊到马斯克最近怼普京 聊到万恶的资本家 破坏我战略缓冲地带 聊到这是一起 阴谋的前车故意碰瓷 如一发热敏巡航导弹 无论从什么开头 最终必绕到美地 比如前天 山西某高校一名女生在操场突发心梗 校方以疫情为由 不让救护车进入学校救援 耽误了25分钟 导致该女生抢救不及时而死亡 据说校方不仅不作为 而且压热搜 各地同学们都议论纷纷 十分愤慨 有一名男生说 深有体会 我们的墙全是铁丝 宿舍窗户 用挡板卡死 你开到最大 也只有一只手能伸出去 名为保护 但除学生外 其他人都是随意进出 看病还需要跟你预约的医生通电话 防患大于解决 最后该名男生深刻指出 这不是教育 也不是国家本身的问题 我看见了资产阶级压迫的影子 这脑子是怎么上大学的 这幅脑花 路边火锅店都不敢收啊 我这么说 一定被认为是递刀子 一看就是很久没有更新 舆情反击贴了 您这是菜刀铺吗 经济出二百年里 蔡星讲了这么一个端子 面对民间非议 军机大城紧连说 政府就像靶子 批评者就像射箭的人 希望射中 如果他们的言论对政府有益 有什么关系呢 批评政府不获罪 对大臣们来说 则是福分啊 你才知道 为什么有同志忠心 1909年 摄政王赛峰用人为亲 征税甚重 民怨四起 金浦铁路一事上 又一意孤行 张之洞提醒 不可 此举恐激起明辩 赛峰傲然道 不怕 有兵在 张之洞垂头丧气退出 摇头说 不亦闻此亡国之言 你才知道 为什么后来 刘同不小心扔了个烟头 最后帮转两个消息 一则是 女儿帮古希老爸发的求助 我爸多年来 在上海家定的市场做生意 近日疫情 我爸被赶出市场 时至夜晚 我爸赶紧去找老乡借宿 但疫情管控 老乡也帮不上 我爸只好跟别人 去桥栋赞助 本打算买票回老家 但没核酸不能买票 从23日 每日都做核酸至少三次 查不到结果 我爸去问 人家说 有点异常 说有异常 又不拉去隔离 放任在外 不管不问 我爸快七十了 本身就有些老毛病 露宿好几天 感冒了也没地方看 打过110 说这不归他们管 打120也不管 桥栋下 每天都有救护车来拉人 我爸都眼巴巴看着 希望带上他 防控办 有人打电话给他 他再打回去 没有人接 我打上海卫健委电话 市民热线 防疫办 没有一个能打通 能有效处理的 外国来的都有人管 都不会流落街头 本国老人 却求助无门 我爸知道自己走不了 留下来又只能住桥栋 希望微博里 大神能帮忙扩散 帮忙解决 跪谢 另一则叫简单 有个尿毒症患者 因为小区封闭多日 没去医院做透析 已经四天了 现在人已痛得抽搐 转着两件事 有两大风险 一是真实性 很容易被果断辟谣 但渐进上来 想帮忙 又实在无力正视 另一个风险 如果古稀老人 和尿毒症患者得救了 会不会说 我们是递刀子 现在做点好吃帮人 就跟排雷似的 稍不留神 就炸了自己 再最后 有人总问我 为什么要没完没了的 核酸和疫苗 我不懂医学 也不懂经济 我只想起一段原曲 夺泥艳口 削铁针头 刮金佛面 细搜球 屋中密有 安春肃里 寻弯豆 鹿丝腿上披荆肉 蚊子腹内 枯枝油 窥老先生下手